四位同學 大家早上好 我們繼續來學習《血如老人》的 論語講句 為政篇第十五章 只曰 血而不失則亡 失而不邪則代 這張紛爭很多 諸著以前沒有如此複雜 《血如老人》講 這張書自古以來諸解有很多爭論 在宋朝 諸子的諸解以前沒有這麼複雜 從宋朝以後就很多分身各有各的解釋 只曰 血而不失則亡 亡包賢的注解 旺然無所得 血沒有去失 那就無所得了 你們沒有血 因為沒有經過三道 所以心很重要 這個弟子各位也講到 血很重要 所以論語首篇為血而 血必須用心 否則往南無所得 寫任何的學問 必須用心 沒有用心去學 就無所得 往南無所得 他就寫不到東西了 黃坎說 無此事 無告也 不正確 而污往聖人之道 你們講孔聖人的書 若孔子沒有這個意思 你卻如此說 不是污往聖人嗎 那麼 血如老人 那麼給我們舉出黃坎的註解 那他解釋這個網啊 叫污往 意思啊 就是污往聖人 就是受惠啊 孔子的意思 這是黃坎的註解這個網的意思 血如老人啊 再次立給我們 寫出來 暗法 孔房所說雖然不同 不順 孔賢的註解跟黃坎的註解 他們所說的雖然不一樣 但是不對 也都沒錯 血而不思 就自己而言 是往南無所得 對方則是污往聖人 兩方都有關係 都合理 一個是指自己 自己血而不思 那就往南無所得了 沒有寫到沒有寫到沒有寫到 但如果從對方來解釋 那是污往聖人 臭惠聖人的意思 所以兩方面都有關係 也都合理 其實血流老人給我們 對這兩種註解 註解最具 這個的一個評論 下面講 失而不寫折待 失而不寫折待 今人注重心發明 今人所做的錯誤 在倫理之中 也提醒我們 必須要學習倫理 不然我們做錯了什麼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看看 看看 現在人所做一切錯誤的事情 在倫理當中 都有 戴 得怨也疲戴 只失而不寫 如王陽明的 吉物而窮 吉利也 得竹子吐血 就是皮帶 提出王陽明先生 出注 聞耳不安 但是也有不寫的時候 做皮帶解釋就可以了 為則談不上 那麼 諸子的註解 諸子的註解 註解這句 意思是為而不寫 就是不安定 有為難 但是也有不寫的時候 血流老人給我們講 那麼這一句 把他做皮帶來解釋就可以了 就一談無言 王念孫引公陽傳何修注 史記昌公等傳 都當遺說 那麼王念孫先生引用公陽傳何修的注解 何修注解 公陽傳 以及史記昌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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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傳的註解 那這個一句 都是當作以 以來解說 懷疑啦 這個以來解說 依這個說法比較合理 血流老人給我們講 文師修是佛家的學師 儒家的學師 是佛學 神問 聖詩 明辨 主席 只學不詩 不研究 就不能明辨 自己廣會功夫 而且污往聖詩 而且污往聖人 若思而不邪 不免於疑惑 同子事事而不過 此事不邪 一輩子疑惑 你們求學 必須施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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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儒家的學師 我們就是要透過 佛學、審問、聖師、明辯、獨協 學而不思 我們進一步去研究 就不能明辯 那麼自己對自己來講 往會功夫 好像無所得 學了但是沒有詩 自己沒有真正得到這個學問 而且還會污往聖 還會錯過聖人的意思 再講學師 只有師而不學 只有師不去學 不免你疑惑 就是被懷疑 孔子事實而不做 這給我們指出孔子 情學 他的態度 那麼他到40歲就不做了 只是不學一輩子疑惑 審問老人特別給我們強調 只有在跟他想 想了半天不去學習 不向人請教 一輩子疑惑 所以必須有詩邪 才能有新的畫面 你們必須舉一反三 必須既被真知灼見 必須明辨 才能賭邪 你們要能辨明 講經可以依照主注 不可以隨便談 今日佛家的毛病 沒有邪慘而忘堂慘 不學八年才一吃半解 知道他們是忘堂 不往甚 耶路老人 給我們講 要幾一反善 這次舉出 學講經 可以自己隨便 拿著經 用自己的意思來談 依照主師的註解 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去忘談 發揮 今天啊 這個 國家的毛病啊 就是啊 沒有邪慘忘了談慘 沒有搶過慘 那就談慘了 學如老人他學了慘 學了八年 才一吃半解 所以知道啊 現在 有很多人啊 他沒有邪慘 一直在談那些慘 所以是忘談 污往甚 錯慧啊 聖人的意思 沒有學淨土如何講解 彌陀經 那麼沒有去修練佛法 這個淨土經論 你有深入去學習 你怎麼能講彌陀經 肯定會講錯 所以必須要先去學 要學習 殘境沒有邪 你們萬空還不會 何況第一義空 這就是邪空邪偏 那些邪偏啊 他這個還有一定的程度啦 那這萬空都還不會 那對方怎麼能懂得第一義空呢 沒有學波勒 沒有學波勒 千萬別講空 所以波勒要去學 沒有學啊 那一講就是空 這個千萬不要去講 講的都是錯的 我講金剛經 跟西菩提尚且落淚 以為沒有聽過 這些人能超過西菩提嗎 只是指出啊 現代人啊 有一些人啊 學了佛 那沒有真正啊 去學習摸勒 就在談空 提出佛講金剛經啊 當機則是西菩提 西菩提聽了啊 上水流眼淚 以為從來也沒聽過 這些人能超過西菩提嗎 就是我們解空 能夠超過西菩提嗎 所以就是必須要去學 而且要深入的去學習 才能去談 不然就要依主事大德的註解 你千萬不要啊 自己啊 學個一知半解都沒有 就在 談這些大清大落 談空 這個是可以的 好 這張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祝大家不會增長 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